花蓮市公所和29家包括了好食好買好住的客家店家合作 繪製了回蘭客庄故事地圖 邀請大家闖關即將抽獎 從110年11月15號開始為期一個半月時間 吸引了上千民眾參加 1月3號下午由市長薇嘉賢抽出了44位的幸運得主 也抽出了最大獎項是iPhone 13 花蓮市公所辦理的回蘭客庄婷婷A夯 故事地圖闖關活動 從11月15號開始至12月31號 為期一個半月的活動期間 總共吸引到近千位民眾熱情響應 而1月3號下午 花蓮市長薇嘉賢也在正峰市主任謝文穎的見證下 全程直播進行公開抽獎活動 其中最令人期待的大獎就是iPhone 13 也讓現場充滿著緊張刺激氛圍 我們來抽出這次活動當中的最大獎的幸運得主 請市長幫我們抽出iPhone 13 mini的幸運得主 哇 恭喜花蓮的朋友 恭喜花蓮的朋友 他是101號 喂 喂 徐先生嗎 我放iPhone了嗎 恭喜你喔 抽到iPhone 那其實在這段期間裡面 有非常多的民眾一起參與 還有非常多的觀光客也參與 那總計也是數千名的一個參與人士 那我們希望說有更多的活動 也是真的非常有趣 那我們今天抽出的大獎是有iPhone的大獎 還有非常多實用的電器產品 那我們真的也非常開心有這麼多的鄉親好朋友 一起來共襄盛舉 那我們希望未來有更多朋友們能夠關注到客家的文化 還有客家的語言 對於我們在地的文化跟語言能夠有一些復興的效果 再來就是把花蓮的觀光推出去 讓更多客家鄉親 不論在這邊經營客家產業或是觀光產業 都能夠得到相關的關注 那這次要非常謝謝我們客行所 我們所有同仁還有我們配合的店家一起合作 讓這次的活動能夠圓滿順利成功 那未來我們花蓮施工所 由於持續的推動各個族群不同的文化 結合觀光 讓更多的朋友來參加有趣好玩的活動 花蓮市客信所首次辦理 懷蘭客庄婷婷A夯故事地圖活動 雖然只有短短一個半月的時間 卻獲得民眾廣大迴響給予正面肯定 而種種的回饋也讓公所的同仁受到鼓舞 並與民眾相約第二屆客家故事地圖活動再相會 記者徐立晴 花蓮市報導